回到军情关系继续关注一下美韩本周正在环海举行的大演习对中国是有实际的军事压力 继续请到各方的嘉宾为我们共同分析 先问一下马先生 这次的美韩的演习朝鲜把导弹也上架了 而且之前发生过朝韩的炮击事件 您认为这次会擦枪走火吗 朝鲜会发导弹团击吗 是的 西方有报道说这一次美韩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联合作战部队 它足以摧毁一个中等军事力量的国家 有没有这样厉害呢 反正朝鲜是这个航天引冰水点滴在心头 它的反应也是非常迅速的 一个是调动这个地对空导弹 首先要对这个美韩的一些电子侦察机进行这个威慑 不让它飞得太近 再有一个呢是调动这个地对舰导弹 是把这个防卫距离拉开到100公里 直接威慑到所谓演习区里边 但是我觉得如果北朝鲜想动手的话 关键是用它的威型潜艇 在40米和五六十米的这样浅的潜海里边 对航空母舰战斗群是一个很大的威慑 好 问一下台北的市教委 先从区内的军事观察来看 美韩这次演习日本也参与了 可以说美日韩是有分工有合作的 这个铁三角未来中国大陆有什么样的应对 给解放军什么样的压力 对于美韩这一次的那个军演 对于中国来说大陆方面 他们其实这一次等于说是直接面临了 美方把航空母舰打击群 那个拉进了那个黄海 那对于美国来讲 它的确是利用这样的机会 对于黄海地区的整个作战环境 有一个积极的了解 就像去年他们那个利用巴拉风灾的机会 他们来到台湾的附近 对台湾的那个水文等等 气候资料等等进行一个资料的一个提升 那对于大陆来说他们这次如何应对呢 我个人觉得当然是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那个兵不见诈 双方互相一探虚实 等于说对于美中国大陆方面来讲 这次航舰打击群进入黄海 给了大陆一个其实蛮良好的一个实际观察 美国海军航舰打击群运作的一个机会 因为过去美国海军航舰打击群 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最大是在关岛 他曾经集中过三个航舰打击群进行演习 但那一次距离大陆方面很远 大陆如果想要观察或者是去判定 他们的作战模式的话是有一些困难的 这一次在黄海等于说也直接让大陆有一个机会 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美韩如何联合作战 另外日本如何在这个之中进行他们协助美军进行作战 长期作战一个支援跟准备等等 是的 施先生请问你 这一次航空母舰战斗群离中国大陆这么近 不要说山东半岛了 整个北京地区都可以用电子覆盖 相反的北京方面也可以用陆基的雷达和电子战的武器装备 对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覆盖 你怎么看电子战 如果以电子战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部分虚虚实实 未到开战的关头 双方都不会把真正的作战拨到 然后拿出来使用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当然你如果说以美军先进的电子侦察技术 他这一次来 他不但是航舰打群自己本身 配备有这个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 甚至于他的那个作战的舰艇 也配备有非常强的电子支援装置 甚至于他们的那个潜舰 那个海狼级的潜舰吉米卡特 吉米卡特号他也用相当良好 而且完整的这个电子参数收集设备等等 所以对于大陆来说 如果他其实想要维持他在这个 在这个是这场电子战中 尽量不要曝露自己己方的这个能力的话 我个人认为他们其实应该是采用 被动征搜的一个方式 尽量不要曝露己方的这个 那个雷达迅机让美方进行收集 因为对于一个航舰打群来说 他进来他有多重的工具跟能力 然后对这整个那个黄海周边 甚至于那个渤海周边的 这个大陆的各型的这个防空雷达 还有还有各种的那个电子作战的装备 然后进行一个侦测 跟他的那个相关参数的收集 如果是大陆方面采用被动的 去收集美方的这种战情资讯的话 我想对大陆的这个作战来说 其实会比较有帮助 但如果大陆一旦自己主动的开启 对于大陆来说比较不利 好了这台北的分析 问一下马先生啊 现在美韩演习完了 就马上下周美日也要展开演习 解放军除了这个电子侦查的 所谓电子战以外 除了外交部的抗议以外 真正的中国还能做什么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 这一次美韩的演习 它那个严重性在什么地方 是在一百七十公里 一百七十公里 离中国大陆是非常近的距离 这个飞机速度和导弹速度 是根本没有预警期了 我们看看这个图啊 他这个韩国画出这个演习的区域 最近的这个西北角 离中国山东真是只有一百七十公里 但是他收发由心的 他真正搞演习的地方 是离韩国的这个陆地比较近的五六十公里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方面想这个侦测的话呢 这个是比较远的距离 反而这个反侦测的距离呢 是比较近的距离 我们看这个电子战之间的这个角逐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特别是美国 他是真正开展演习 他不能玩假的 他的这个十六号数字链等等这些这个电子的传递都要玩真的 甚至他的实战这个射击也是要玩真的 所以中国有这个机会可以侦测到更多的东西 但是中国解放军方面在这个北京军区的这个防空部队也是有一定的真的 美国的方面也可以侦测 那么联系到下一次这个马上要进行的美日这个军事演习呢是规模更大的 但是他地方是在日本海 我想中国的侦测呢难度就比较高了 好谢谢在北京台北以及呢在香港各位的分享提到这次的美韩大演习 稍后回来我们要重点再谈谈呢 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的官方媒体公开的披露说 除了沈阳以外啊 在这个渤海北空的导弹部队也有最新的演习 稍后回来分析 这次渤海北空的导弹部队也有最新的演习 回应一下凤凰网友的问题啊 大家注意到呢 美韩大演习的时候 中国的网民也在迫切的搜寻到关注 中国军方有什么动作 找到了一条解放军报报导 北空部队呢 导弹部队在渤海有演习 网友问一下马景山先生 怎么看北空部队渤海的演习 这一条新闻的关键是机动发射 作为地对空导弹 中国又是后发之人 首先要挨第一轮轰击 第一轮轰击不能让它打到 还能机动发射 这才是关键 再有一个就是机动发射到最好的距离 因为我看这个图片的地空导弹 只是中程的 三几十公里的射程 那是不够的 它机动才能到最好的发射位置 再有一个是一个体系 让你看的是中程 不让你看的是这个仿造S300 飞腾2000等等这些远程的一二百公里的体系 再有就是超低空体系 这个打这个直升机和打悬航导弹的弹炮核一体系 整个防空体系是整个体系 才能有效的保卫海疆 黄金叶特约之军情观察室 由黄金叶赞助播出 黄金时代 黄金叶 美韩本周在华海的大演习 包括每日下周展开的大演习 都临近中国的海区 在中国北方海区负责辖区区安全的是北海舰队 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任务繁重 节目最后看看解放军北海舰队日常的演训的画面 以上是军事发达室 下周三我们再见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天翼走进世博会